我说我 我拿来 你我拿来 你给我帮你 你还致走 你我拿来 你拿来 你给你拿来 你自己给你 帮你把你拿来 我拿来 请 长衡 此番你收复北冥师弟 击退岳族首领驯风 平乱有功 想要什么赏赐 岳族已四分五裂 不过是些乌合之种 长衡职责所在 不敢拘功 长衡战神过谦了 是啊 那驯风虽然远不及 当年已经死去的东方清仓 可如今 也是水云天的头号威胁 长衡战神此番 能够重伤驯风的元气 鞠躬至尾 纵然东方清仓还活着 长衡也必将将他斩于剑下 只是 北冥出帝 境内还有诸多事已上代处理 不知兄军 为何急召长衡回玉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昊天塔一栋 仙君可还记得东方清仓 当然记得 三万年前 东方清仓被仲仙诅杀 但是和昊天塔一栋有个关系 你当时年幼有所不知 东方清仓虽被仲仙合理诛杀 可他今生不灭 元神不散 傅君当时只能联合仲仙之力 将其秘密封印在昊天塔内 为避免水云天恐慌 此事是只有少数几位上仙才知道的秘密 当日东军困住他的元神和金身 并率领众仙在昊天塔内布下万道封印 名为昊天镇 此任即众仙之长 论坚固 三界之内无人能及 那昊天塔一栋又是为何 东方清仓的元神虽已无神识 却极具霸道之力 日日冲击 封印竟有松动迹象 若任由东方清仓致元神散落出塔 必定危害三界 夫君尚在闭关 本军这才将你召回 与重上仙一同加固封印 是